来 交作业咯 请看 来 首先呢 按一下 新增或建立 因为你在那边写你的作业 你的老师可以检视编辑什么 不要管他 按一下新增或建立 新增或建立 这就是你要上传作业的按钮 上传作业的按钮 按新增或建立 点一下 我们老师们请你上传一张图片当作业 所以这边请你按 档案 因为呢 你要从你的电脑里面 随便找一张图片传送上来 随便找有图片就好 如果你的图片是在云端硬碟 那你究竟你的云端硬碟找都没关系 反正看哪边有图片就好 好 我按一下档案 这时候呢 我们去选取装置中的档案 选取我们的电脑档案 好 我们找一下 随便 有就好 好 点到他 OK 按开启 有就好 不用太挑 没关系 来 进来咯 在这里咯 按上传 所以等一下记得 图片按新增或建立就上来了 那当然啦 如果老师要求你的 老师要求你不止一张 那你就是把需要的都传上来就对了 好 我知道了 所以呢 按这个新增或建立呢 就是不断的上传你的作业 而且 依老师的要求 他要上传几张 你就要去上传几张 或是呢 有不同的档案类型 那你就是一直按这个新增或建立 把它新增进来就对了 直到呢 该缴交的作业都上来了 才可以按缴交 缴交是最后要按的按钮 点一下 按缴交 好 OK 各位呢 恭喜你交作业了 老师不会追杀你了 好 来 请交作业